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南海 魏徵接班人 打起來!胡春華能上位? 鏡頭下 北京凌晨街頭 讓人潸然淚下 五不搞吳邦國活化 胡錦濤露面 溫家寶失蹤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10月14號 星期一 中南海 魏徵接班人 打起來!胡春華能上位? 近期 中南海政治局勢出現異常現象 10月8日 中共官媒刊登了中共政協副主席胡春華的文章 文章從五個方面闡述了如何堅持中共對政協的領導 每一大段開頭都是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然後表示如何理解和貫徹習的話 獨立電視制片人李軍在《新唐人精英論壇》節目中表示 這報導有三點很怪異 一 胡春華只是一個政協副主席 官媒如此高調醒目地點出胡春華 從文章來看 似乎他代表了政協 這很反常 二 是胡春華是中共前黨魁胡錦濤培養的接班人人選 二十大之後 他主動辭去了政治局委員 低調去了政協 現在突然如此高調是什麼意思 三 胡春華在文章中連續寫五次用習強調說 很明顯在向習表忠心 他為何高調表忠心 這也非常奇怪 旅據歐洲的中國前官員杜文在《經營論壇》則認為 三中全會後 習近平跟團派 老人們之間有一個妥協 就是恢復中共的接班人制度 以避免在他出事之後 誰來接班成為大問題 胡春華寫的這篇文章 看上去是把習放在前頭 實際上 他是在通過抬舉習的方式 提高自己的政治存在感 來拉伸自己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郭軍在《經營論壇》透露 最近有北京來的消息說 三中全會期間有老人提出好幾個問題 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求明確接班人制度 其實就是中共黨內對修改黨章和憲法表示了不滿 對習近平的做法表示了不滿 這個北京來的消息說 在三中全會上 接班人的問題引起了很大的共鳴 尤其是習近平的健康出問題 缺席部分會議 使得這個問題就更突出了 不過 郭軍認為 就算習近平被迫再次恢復接班人制度 胡春華也不太可能是一個人選 因為他以前是胡錦濤定的隔代接班人的人選 所以大家就特別關注 杜文在《經營論壇》認為 因為習近平的身體不太好 中共可能隨時迎來各種變化 鏡頭下 北京凌晨街頭讓人潸然淚下 在你酣睡之際 北京校園雜誌記錄了 北京凌晨街頭不為人知的一面 臨時 大廠樓下燈火通明 有人拖著疲憊的身軀走出公司 停靠在路邊的司機師傅苦苦等了40分鐘 仍沒有接到一單車 凌晨1點 施工隊開始作業 沙土車就像一座大山 工人爬上爬下去皆為了生活 凌晨2點 清潔車在這個時候已經打掃了好幾圈 凌晨3點 兒童醫院的救護車剛把病人送入急救室 一位爺爺帶著孫子睡在路邊 他說睡在這裡是為了搶明天早上的好 但誰都知道這是說辭 他只不過想省下住宿費 來換成孩子的醫藥費 凌晨5點 太陽也才剛開工 人力市場已經佔滿了搶活的人 他們背著包裹 裡面裝著吃飯的傢伙 作者洞見撞文說 很多人看到這就破防了 成年人的世界從來沒有容易二字 大家都在盤山地走著 咬著牙熬著 多少人懷揣微秒的希望 披星待月地奔赴明天 多少人肩扛重擔 默默地把苦與淚合著咽下肚裡 廣州有一名女乘客拍下這樣一個視頻 她乘網約車出行 半路上司機接了一個電話 放下電話的瞬間 司機開始嚎啕大哭 在服務區下車時 司機非常不好意思地就自己情緒失控 向她表達了歉意 這個視頻衝上熱搜後 就有人在底下評論 就算出了天大的事 她還是控制情緒 把這一旦跑完 這就是生活吧 一旦到中眠 我們就被生活餓住了喉嚨 她沒有資格矯情 也沒有資本討價還價 只能在烈日下狠狠賺錢 不敢喊停 不敢任性 米蘭·昆德拉在《不朽》裡寫 生活就是扛著痛苦的我穿行世間 每個人的生活都曾千瘡百孔 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不悔與執著 比如像這位背井離鄉 沒日沒夜當潘漆公的父親 比如這位趴著車底的汽車維修工 這幾天 我瞭解到一種職業 南方人稱之為水鬼 北方人稱之為蛙人 工作內容五化罷門 要潛入大河大江 城市的下水道 掛滿泥漿的下水道 打撈各種物品或檢修機器 之前 摩羯颱風來時 我突然心生感慨 生活猶如這個夏季的颱風 常常裹挟著狂風咒雨 不由分說地襲來 我們每個人都成了風雨之中的草芥與沙粒 渺小到轉瞬即逝 脆弱到一揉就碎 可是呢 當我們挺過去之後 會雨過天晴 會重新在廢墟裡開出花 人生沒有絕境 只要熬過去 就是新的開始 五部搞吳邦國火化 胡錦濤露面 溫家寶失蹤 8日 上海幫的重要成員 前中共常委 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北京病亡 終年84歲 14日在北京火化 當天 中共新華社報導稱 上午 習近平 趙樂際 王滬寧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韓正等到八寶山公墓送別 其中特別提到 胡錦濤送花圈表示哀悼 報導還稱 吳病重期間和去世後 習近平等六常委及胡錦濤等 前往醫院看網或通過各種形式對吳表示哀悼 並向其親屬慰問 報導中 胡錦濤兩次被露面 但沒有提到其他中共退休元老的名字 胡錦濤在2022年10月22日的中共二十大閉幕式上 被強行駕離會場後 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 今年9月29日 30日 中共竊政75週年音樂會及十一招待會分別在北京舉行 退休中共元老大部分出席 但這兩次活動 胡錦濤 吳邦國 軍衛現身 吳邦國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二 被指協人大對抗排名第三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溫家寶一直是江派的眼中釘 其政改言論一直身為江系人馬所憎恨 2011年3月10日 吳邦國在中共全國人大會議上提出所謂的五不搞 也就是不搞多黨輪流執政 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 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 不搞聯邦制 不搞私有化 吳邦國拋出的五不搞 被指專門針對溫家寶的政治改革 當溫家寶把他的政改論納入政府工作報告之後 吳邦國也針鋒相對 把他的五不搞納入了人大工作報告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溫家寶希望改革 但連胡錦濤都不支持他 所以 吳邦國代表江系極力打壓溫家寶 我看了新華社的這個報導 通篇沒有溫家寶一個字 也就是溫家寶既沒有送別吳邦國 也沒有前往醫院看網或通過各種形式 對吳表示哀悼 並向其親屬慰問 如果溫家寶這樣做了 習近平中央一定會做出報導 甚至大書特書 來顯示中共的團結 今天副頻道的最新內容是 中共貴得真快 見風使舵讚賞這國推翻政府 烏克蘭被好幾萬猶太人給偷了家 這時從中共軍委到中南海高層 或向珍州黨頭目呈斬首目標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來觀看 請大家同時訂閱我們的主頻道和副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選擇全部通知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副頻道 您可以在我們主頻道的首頁向下滑動 找到副頻道的圖標並點擊進入 此外 每個視頻描述下也有副頻道的訂閱和贊助鏈接 我們也會把副頻道的視頻內容通知發到主頻道的社區 我們也在甘情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甘情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早會